好久不見的堂仔 莫姐今天跟大家分享南瓜麵包的做法 配方都是根據我多年烘焙經驗 還有跟名師學習 而得回來的 麻煩你幫我訂閱 分享 按讚 請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每一個配方和食譜 明天要做一個麵包 所以現在先做好的湯種 這裡有40克的高金麵粉 再加40克的热水 水一定要很热 搅拌 放在冰箱冰一晚 第二天用 煮南瓜餡 先把南瓜蒸熟 因为之前我做其他东西 剩下南瓜 所以已经蒸熟 蒸熟 南瓜冰了 水 倒少许 如果用背背南瓜 就不需要加鹰酥粉 或者那个量可以少些 把南瓜倒入 因为我现在不是用背背南瓜 用普通的 就会水分多些 先煮一下 这个是鲜忌廉 它这个煮 最主要要令到 水分少些 要不然 煮到包子 煮出 就太过 流浸了 我想它稠一点 煮了大约5分钟 水分已经少了 好了 之后呢 先把这个 刚才加了少少南瓜水 加入少量南瓜酥的鸚酥粉 加入少量南瓜酥的鸚酥粉 快速拌勻 南瓜没有加糖 我觉得它很够甜 如果南瓜甜度不够 可以加10克糖 煮至稠 有拉丝的感觉 就可以了 放凉 再用 打面团 先将高筋面粉 干酵母 糖 这是昨天做好的烫种 冰了一晚 这是刚才的南瓜肉 下牛奶 搅拌一下 下搅拌机 用慢速搅拌5分钟 搅拌5分钟后 放在室温已经软化好的牛油 放入 少量盐 继续搅拌至 成薄膜 大概要10至15分钟 现在搅拌了15分钟左右 看看面团 成了薄膜 在面团上 沸一点粉 或者手浸水 会比较容易操作 左右这样拉斜 要小小力的 如果你太大力 它一定会破坏的 这样左右拉斜 它会形成一个透明的薄膜 透明的手指 我已经看到手指 穿了之后 旁边的骨齿 是很少的 没什么骨齿 那我们这个面团就已经可以了 可以拿出来进行第一次发酵 放一些面粉上去 这个面团的水分会比较高 所以会有点黏手 你可以加多一点面粉 手粉上去 把面团放在底下 把面团放在底下 让它比较漂亮的面团 在上面 表面光滑了 我们就可以盖上 先进行第一次发酵 发酵大约1个小时 发至2倍大 我们回来再看看面团 1个小时之后 已经可以发了2倍大 我们就拿出来 把空气拍出来 再来我们把它分开 1个大约80-85克左右 大概可以做到12-13个 做好之后 我们就把面团 全部搓完 搓完其实就是手 有爪的形状 然后放下去 它里面不是整个面团 黏着手的 你让它在你的手里 转动 那个面团在手里转动 中间有一些空位 它就会自然造成一个圆形 我们全部做好之后 做好之后 我们用干布或湿布都可以的 盖住它 静止15分钟 之后我们再做操作 在上面做一点粉 撒少粉 因为这个面团的测度比较高 所以会这样 不太厉害 放转 在边面团做薄一点 在边面团做薄一点 要这样 试后 再拆起四个角 然后 再慢慢把它收起 在其他角中间 第二部分 转起 让它收口更加固 放在盤子上,做第二次發酵 做好之後,麵包很快捕捉它 發酵一個小時,令它發漿至兩倍大 麵包已經發酵到兩倍大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芥刀在上面畫出花紋 如果你沒有的話,你可以不用刮 或者你直接用刀片刮刮也可以 做好之後,我們就在上面灑上一些高筋麵粉 如果你沒有在上面畫花紋的話 直接在上面灑高筋麵粉一樣是可以的 焗爐預熱160度,焗22分鐘 麵包出爐,我們要放在冷卻架上面冷卻 吃之前可以用微波爐,小焗爐或者起炸鍋 把它焗回來再吃,這樣就會更加軟熟可厚 這個配方我覺得用來做番薯麵包也會很好吃 等我再試過,如果成功的話再分享給大家 再試一下,好軟熟,很緊張 最近買了一個很有趣的吐司袋 所以我把麵包放進去 過兩天有朋友來探望我 所以我打算整袋送給他,你回家慢慢吃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你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還有按起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再見,拜拜